Sematel縣的選民將要表決是否要增加銷售稅 用於緩和園內交通濟濕的問題 郭南報導 Sematel W提案提出在未來30年增加銷售稅0.5個百分點 原來所有城市都會受影響 以南三藩市為例 現時的銷售稅是9.25% 如果W提案獲得通過 南三藩市的銷售稅會升至9.75% W提案預計每年為原政府帶來額外8,000萬元的稅收 用來緩和園內的交通濟濕 其中一半的資金將撥給Samtrans和Caltrain等公共交通工具 22.5% 用來進行公路工程 包括101和200號公路 12.5% 用來維修市內的道路 10.10% 改善接駁其他市員的道路 5.5% 改善行人路和單車徑 提案需要超過三分之二票才通過 有反對者不滿很多資金用在公路工程上 質疑是否真的能緩和濟失 他們希望投資更多錢去鼓勵人減少開車 亦有反對者認為 這種收稅方式只會加重窮人的負擔 又說食物車幣在2004年已經通過增加0.5%的銷售稅的A提案 但聲稱交通情況反而惡化了 支持者認為撥款支持公共交通工具對居民很重要 如果提案被否決 公共交通工具等的服務可能會被削減 到時候就可能影響到更多低收入人士 又說W提案和以往的人不一樣 所有資金只限於交通改善計劃 透過SBTV收看KTSF新聞 一起關心加州選舉實況 三藩市灣區的KTSF26台 願意透過SBTV登陸全美國 我們在下賊戶 我們在下賊戶 辱出端